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11日 今天看到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条消息 讲到这个王怡 外交部长王怡出席第五届四绸子路国际博览会 其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 王怡在这个会议上 以这个夸张的语言 来赞美习近平的一带一路 他说习近平在博欧亚洲论坛2021年度开幕式上 发表演讲推动高质量的一带一路的新的目标 也就是什么呢 尽管现在澳大利亚等国家明确的抵制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现在的名声不佳 出现很多问题 但是他冷然就王怡高调的占领 为什么要用这种虚垮的语言肯定 他表面讲四点主张 是一二三四都是老调冲台 但我认为呢 中国这个反腐败运动啊 还没有延伸到这个外交领域 你看现在刚到香港 这个港版国安法 国安署成立之后 开始在香港抓人 最高领域检察院有一些领导干嘛 都调到香港去了啊 是中联办还是港澳办都有了啊 现在就是说在香港也开始了 这是初步行动啊 下一步他肯定会延伸到这个外交领域 这习近平都是有步骤的 那么王怡高调赞美这个一带一路啊 其目的是什么呢 心照不屑的 就和习近平有一个默契什么 我赞成你的这个一带一路 尽管盛名狼藉啊 这一带一路搞了这个首帝的债务陷啊 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啊 特别有些国家认为这是经济扩张啊 是绑架这个经济上绑架其他国家 这个但是呢王怡冷然这个 这个肯定他 而且这个把习近平这个一带一路 一定要贯彻下去啊 下了很多工夫 做了很多事情啊 主要是宣传啊 那么其目的是他两个人 达成一个默契交易 就是说外交领域的腐败你不要查 这个习近平也知道他们这个 一带一路这个领域里 腐败问题是极其严重的 我为什么说严重呢 就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啊 由于这个耗资9000亿美元的这个 一带一路项目啊 这个他的宗旨就在什么 中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 中东中亚北非和东非 以及东南非之间的基础设施 就建设了 你想这些领域 所以习近平本身也没有什么文化 是吧 英语都不会 他根本不懂这些国家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那些 司法的规定 风俗习惯的文化背景 等等啊 那靠谁就靠外交领域这些呢 王毅的权限 王毅的权限是很大的 你想外交部 在各个国家都有住宅机构 对不对 都归他来管 这些人呢 可以这样讲吧 腐败极其严重 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现在美国 有很多的律师事务所 都被聘请做什么 做这个 针对一带一路的 这个全球反腐败调查 就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 因为深入到这么多国家 涉及到很多的 那么这个 贿赂 这个腐败大行其道 尤其是在什么 在这个 一些不发达 经济不发达的 这个国家啊 这个甚至这个 社会不稳定啊 这个动荡的一些国家啊 这个 所谓的一带一路 成了什么 成了搞钱的 洗钱的一个工具的 一个桥梁了 所以这个 外交领域的官员啊 发了大财了 你看杨洁篪在美国大豪宅 那一个豪宅多少钱 你想啊 媒体都已经报道了 我都不讲了啊 写他的老婆的名字 地点啊 都让你披露出来 详细地址啊 也就是说呢 王一一好 杨洁篪好 这些中共的外交领域的官员 上上下下 再加上 啊 你这个往海外 搞这个 搞九千多亿的钱 肯定是个银行 也就是中国的银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 这些领导人 那是非得不得了 打得打得不得了啊 而且这些领导人大部分 你想啊 他会英文 下一代也会英文啊 会其他国家 特别是小余总 这些人都 孩子都在直接在海外 来收钱啊 他根本不会把钱转移到国内 直接转他们账号 然后我们变成了豪宅啊 跑车 这个穷蛇吉欲的生活啊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无敌的黑洞 这九天多亿 不知道养多少探官啊 加了挖出来 都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这次已经成了一个 已经公开的秘密了 否则不会美国的啊 这个有一些律师事务所 做的广告当中就讲 帮助你查什么 查这个一带一路 涉及到的沿线国家的什么呢 贿赂 贪 贪 等等非法行为啊 你就想 都成了一个生意了 到这种地步了 那习近平肯定 我估计他下一步啊 他是一步步来的 他肯定也要 不会容忍他们 但目前他和王毅这个外交部 那就达成个协议了 私下饭 你拥护我这个 这个一带一路 现在我们知道 现在出了很多丑啊 主要是澳大利亚开始 你想已经 从政府的角度 已经撕毁协议了哈 而且下一步 对一个港口 还要采取措施了 那么斯里兰卡 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作为一个这个 叫汉班 拖沓港 这个项目 已经作为了一个什么 中共搞债务外交的一个 陷阱的一个典型了 是不是 但是这些项目啊 你大家想一想吧 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 我记得我去过很多的省市自治区 那时候他们见到这些 参加会议的机制 编辑什么 都是几乎是 熟了以后第一句话就是 怎么样 那么帮助我们 拉点这个项目 工程都有奖励 百分之多 是百分之多 拿出文件 地方政府的文件 本人从来没干过这个事 要干过这个事的话呢 不行 早就抓住这个政务了 是吧 这实际就是腐败啊 因为那个投资额特别大呀 你想这九千亿 到了一个国家 比如说在这个非洲某一个国家 给拉来五八千万的美金的占租 你说百分之十是多少吧 你就想一想 这个腐败是相当严重的 然后直接打到这些外交官的孩子的账号 那他们吃喝玩的都有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海外这个美国加拿大 你想这些沿线的国家的房子 贵的不得了 你特别你到那些非洲国 我听说那腐败更严重啊 那些中共一些高官的子女 二代三代 亲身这个私生子 情妇 那这个 那这个 那非洲有一些城市里面 那都是 人们都经常讲这个 谈论这些事情 所以呢 王怡 在这一次这个所谓 第五次四丑之路上 这个 当然这是一个视频会议他参加 他为什么高调的亮相 反复的表扬习近平 这个 讲到什么这个 四点主张等等 其目的就是什么呢 保住经济的意义 你可不要以为他是 为了干一个轰尾的事业 要搞一带一路 要解放全人类 我认为他还没有这个和习近平不一样 习近平是什么 呃 钢笔自用啊 这个狂妄自大 解放全人类 通过这个九千亿的这个投资啊 绑架这些国家啊 让他们在经济上 依靠自己 然后实现他的这个野心啊 所谓中法民主复兴和美国正老大这个狂妄野心 但是对于基层官员来讲 就是外交领域官员 呃 和这个中国的银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的官员来讲 那么他就是搞钱 搞了钱你想一退休什么都有了 说啊 甚至都做好家来撑船 一旦共产党倒台的时候 会弃船而逃 逃了以后到孩子那天 有钱 过了这个 因为在海外生活 你知道是得有钱吧 对不对 人家不讲什么 呃 像中国这个 呃 有些国家啊 像美国加拿大 司法都是独立的 宪政是民主的 新闻是自由的 你这特权就没有了 那怎么办 你原先搞那些钱 花一个少一个 说他们肯定都打算好了 个人的退路了 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那么高尚的 只有习近平傻傻的 这个要建立一个这个中华的红色的大帝国 在自己领导之下 那当然了 这个政治局的干部 包括习近平的这个三七六户在内 你这个也不能保证他们不透过这个途径洗钱的 你比如说 真的 他姐夫这么多钱在香港 他仅仅在香港嘛 肯定在美国也有 对不对 那怎么搞出去呢 总之这个一带一路啊 很值得研究啊 本人认为 他是一个中国腐败的一个中纪委 遗忘的一个 至少从现在看 遗忘的一个什么 最黑暗的 就角落 你想一带一路搞了这么长时间 九千多亿啊 最起码 被贪战的钱 还不 还不整出个九个亿嘛 不会少于九亿美金啊 我那么想 你算 这是最保守的数字 养了多少 贪官无利啊 你看那些 住各个国家的那些大使 什么使馆 领导人 为什么都是 顺着上面讲话 有的时候 说那些假话 都是微信的讲 为什么 经济类液 你想啊 一个人在住外大使 这个天高皇帝远 自己也管不到他 他在当地 那都是 他太腐败了 尤其是在一些 那个 一些国家 这个黄赌徒 泛滥承载的国家 你知道 他们 生活过来都难以想象的 这个腐败啊 是不是啊 这方面也都有很多的报道啊 所以本人认为 这个王宜 在这个 这次会议上啊 这个高度的评价 一带一路 取得了封锁 成果 而且要期待再进一步的合作啊 这个表面家的冠冕套啊 谁都想到我这个利益赶快保住啊 干完之后 我自己这个家族 什么亲戚朋友 一定要奠定好 雄厚的物质基础 一旦中共垮台之后 我们当然有切合啊 是吧 到了海外那就是经济 最有力量了 是不是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语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